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開始真正做一些東西了 那這個整個資料的傳遞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它也可以傳資料過去 對,傳資料過去 如果傳資料過去就是可以從這邊傳過去了 我們先來做一下小小的傳資料過去 假設 這裡我們接收一個資料叫做 好,傳這樣的資料,那我們來改一下 秀出一下 有時候我們先需要去傳資料進來之後 做一些處理之後再返回結果 所以這個時候這邊 假設我們傳的資料 但是我們不一定是用這種直接輸入的方式 我們可能會去做一些收集的方式 然後再把它丟進來 然後丟進去這個get data的方法 讓它傳回去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樣是不是ok的 好 好,沒錯 好,沒錯,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傳進去的資料 讓它處理完之後整個再傳回去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會去按一個按鈕 按一個按鈕 那它會彈出一個 視窗讓我們去新增資料 那它新增的資料 我們大概 目前暫定的欄位大概是這樣 就是會有課程編碼 名稱、時間、費用的方式 因為費用會有依照人來寄費 或每班 每班就是偷合費用去處理 參加的人數 那出不進的時候 到時候再看一下 那也會有人數 報名人數的限制 那還有資格限制 那我們會做一個備注 來做 應該也不用備注 所以備注這裏 我們就不用了 這裏我們就不用了 好 就是1、2、3、4、5、6、7 7個欄位 好 那我們先來做一些東西 首先我們先來做一下 那個新增的頁面 長的怎麼樣子 好 好 所以我們先 沒有先做一下按鈕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按鈕 那我們這邊做一下DR切 分段一下 做一下 然後比較清楚 懶得打 直接用Code 那這邊就是 新增課程 新增課程 那新增課程之後 他會把 去 點開一個ID 然後做 Create Yes 這個課程 先讓他點下去之後 他就會去 觸發一個JQ的細節 那一樣就是去抓他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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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注意一下 雖然我們的名稱都取名叫Create Place 但是其實在這裡的GS這裡跟這裡的 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當然我們在傳的時候 到時候你底下在呼叫的時候 這個方法就會有啊 就會就會是這個這個方法 那這裡 我們希望他不用回傳值 但是他要彈出一個頁面 那叫做新增課程的頁面 那頁面名稱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們會用到一個 UI 那我們一樣是使用 但是我們先不用設定開口 那這個HTML檔我們就做 X X 我們要做一個這個新增的頁面 那這個就是新增課程的頁面 先這樣做就好 我們只是先把整個架構給弄出來 確定沒有問題我們再繼續往下賺錢 那這裡一樣我們使用到去 那這裡一樣我們使用到去 那一樣取得UI 那這裡我們就不是所謂使用 sidebar 我們使用來使用這個 Model Dialog 那他你看他寫面會一個使用者的 interface 那這就是填這個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丟進來 那他會有一個開頭 叫做我們可以給他取一下新增課程 好 好 那這個這樣這邊就算是他補教完之後 那就會去載入一個叫做 ViewCreate Class這個頁面進來 而且會丟給這個DocumentApp的畫面 然後去顯示一個這個Model Dialog 那什麼是這個呢 我們直接來看會比較好 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會去呼叫 應該是這樣沒出來 我們試試看Ugo 那這裡好像我們必須要取回東西 可不可以直接跑呢 來試一下好了 如果直接跑可不可以 這個不確定了 如果直接跑這顆呢 好 來試一下 我們希望這個按下去之後 喔果然OK 你看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跑出一個 這個就叫做Model Dialog 這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跑的 這個就是Title 上面這個是Title 上面這個是Title 那底下就是會有他的訊息 OK 所以這樣是OK的 好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做一些這個欄位啊 好讓 使用者可以去填資料啊 填完之後我們把他存起來啊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先做一下 這樣沒錯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寫這個 這邊就會有一些 課程編碼啊 那名稱 三個時間之類的 那 好我們來寫一下 那一樣這個 我還是會 我先做一下那個 一個DIV 那一樣 因為後來我可能會使用Viu的方式 所以我一樣給他一個ID 那在這個裡面我會做一些那個 Input Button 好那我先來做一些那個 因為那個直接打的實在是太慢了 所以那個現在直接打了 因為 這個很笨喔 他沒有辦法直接 幫你產生一些東西 那這個叫做 二層邊吧 我先幫我們直接破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電碼都等於三三個時間 被用內閲 應該是擊飛方式 擊飛方式 擊飛方式 不用 不用 本數選次 然後四百選次 一樣我們會去引用兩個東西 可以穿東西 而且會到時候會撰寫一下 JavaScript的產式 依照網易一樣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那其他的 其他的 可能要分段來錄影 比較一次不會太長 新增課程 他就會彈出來 而且有載日JQOK 但是這裡好像排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稍後這邊電台要稍微改一下 對啊 楊貓 鼓掌 那這樣就會很整齊 它底下就會確定新增,或不要 這邊應該再丟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那這裡有點擠在旁邊,到時候會 好,這樣看起來就會好一點,那我們到時候如果按確定的時候,它就會把資料存進去某個地方,取消它就不儲存,這樣子 按摩